KIMICAL YOU LOOKING GOOD 有人在嗎 今天我們要接受 KING PA變身挑戰的目標 難度好像有點高 聽說他有一個外號 叫國民老公 唇紅紫白 五彎俊梅 讓我們歡迎 歐爸 洞書 歡迎GINO 今天有什麼事情嗎 今天也沒什麼特別的事 就是想說你熱情要約 然後我也很想要一直來你寂寞 你很想要來我的寂寞 對 有聽說弦外之音嗎 是 他有一個洞想跟補他 這是幾點播的時段 你知道今天你要挑戰的對象嗎 有 製作人跟我說 那你自己覺得呢 我覺得難度相當高的 難度相當高 因為我跟他一直以來 我覺得唯一有過的一個連結 就幾年前 我有做過一支鬼怪舞蹈 鬼怪舞蹈 就是他拍的戲 我把他那一首歌 那裡面劇情拍了一段舞蹈 所以這個節目是可以挑戰失敗的嗎 沒有這件事情 在我的手中 不會有失敗的男人 其實這是重點 我雖然沒什麼自信 但是我信任你 我相信你可以把我復健到非常承諾 我覺得你相信得太承諾 對 雖然大家給我一個封號 這個美型復健師 對啊 但是 我覺得你們兩個呢 相像的程度是有啦 就某一些 像長度跟厚度之類的東西 長度是直 頭髮 厚度是 中髮 OK 那有效 我覺得我還要檢查一些部位 我才有辦法確認 這個 這邊緊張 立刻經理 對 手指頭的肌力 我沒有想過手指頭肌力這麼重要 是要怎麼樣 手指頭對男人很重要嗎 那你知道你現在 要來挑戰的相片是很張嗎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今天要挑戰的是理工動訓 理工動訓 對 對 終於笑了 我就想說什麼都可以把你弄得開心 你可不可以這樣快一點 好 因為很多人都想弄我 然後 哇 Pose的難易程度呢 大概是兩顆心 這個說難不難 但說簡單也不夠簡單 它是一個傳說中的 很不簡單的姿勢 我沒有擺過類似的Pose 那你現在要試試看嗎 我再看一下 頭顎歪在這邊 是這樣子嗎 請問是落枕嗎 為什麼 不容易耶 好 這張照片呢 難在哪 難在哪 難在角度 還有速度 對 因為它不需要眼神 它需要 哪有眼神 它已經是閉著 你要想像 你要有個畫面 對 你要有一個對象在前面 首先呢 你要先想像一個對象 先看一個對象 對 在裡面前 當然 你不是想像嗎 那是人有想像 你可以有東西想像嗎 所以我要看著你 那可以 那你要看前面也可以 雖然前面只有製作人 對 都長髮飄移 OK 好了 可以囉 好 看一下由緣選一個 呃 選一個 好 現在我要先 數念你的手指激勵 可以先做自己缺乏的部分 選一個 很好 果然是 大家想要的男人 這個這麼小 怎麼可能不黏破 不可以 你要當它是寶貝 對 用力 用力 換邊用力 好 側邊 用力 三長兩短 三長 每次八秒鐘 然後短的連刺 一二一 現在呢 我們這個姿勢 請你把你的十字 輕輕的頂在你的下唇 那是忠實 那是忠實 難的是在這樣的姿勢放鬆之下 還會感覺到胸膛的起伏 手指頭的生命力 還有眼神的專注度慢慢的閉起來 下巴微微的往內寒 對 對 很好 然後肩膀 微微的下壓 我們轉身側面的時候呢 請你用身體 對 不是只有頭因為會圍繞著 手臂要圍開 對 放鬆 好的 拿起剛剛捏橘子的那種觸感 想像你的嘴唇 就是橘子一半一半一半的柔軟的 好的 然後呢 請在這裡慢慢的身體微微的側 收下巴 好定格 我們要來拍照吧 哇 感覺如何 很痠 每次這輩子手指沒那麼說力過 我剛才拍的時候 大概是我這幾年 我覺得拍過最難的一張照片 要挺胸 但肩膀要內縮 對 對不對 哇 這是一個好難的肌肉控制 然後我也想像不出來 我自己做出來 會是什麼樣子 對 那個動作其實大家一看呢 你對不對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全是蚌殼嗎 是一種蚌殼的感覺 有一點點 你不愧是舞蹈人 對 稍微的控制一下 但是很難想像 因為有一個地方的肌群 一般人比較難吃到那個 有一個動作 要關肚子 你要立起你的身體 關起你的肌肉 肩膀要微微的內涵 這樣才會散發去那種 柔美又悶 又悶又柔的狀態 所以我們剛剛針對你個人 因為你是有胸膛的男人 好囉 你看看你會興奮 然後今天我覺得有一個部分 就是有點可惜 回去可以多一大練習 這一定要在家裡練習 你可以對路上很多人練習 我想他們會很樂意 你要試試看嗎 對 就是剛剛的那個 這個節奏 很好 再來 你回來了 好 太多嗎 所以請回來 歐爸請用歐爸的方式回來 是的 感覺如何 他嘴唇很熱 是不是 就說你 還懷疑 我們呢 在這次的照片 留言最多的那位觀眾呢 就有機會被按嘴嘴 我的 你說了就要做到啊 請大家報名啊 我發現你的肌力 是可以局部的控制的 跳舞的人嘛 對不對 大肌肉 不敢說 但是小肌群應該比一般人 稍微敏感一些 一般觀眾不一定了解 你剛剛講的已經是偏轉眼 那我可以 不要那麼轉眼 如果你想像的事就是 你要捏住那根橘子 又不能捏過它 然後又可以好好的包覆它 就是我們剛剛在講的狀態 這樣清楚多了 拿橘子練習 你覺得你自己打得七十分 我以前呢 在鋼筋的拳子 我最最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拍照 你怕拍照 兩個原因 第一個 以前的我其實身材是非常擔放的 你看我剛剛收到的時候 一百八十公分嘛 對 我才五十六公分 我剛剛一度想吐槽你 說你不擅長拍照 我每次IG點開 都是你的照片 在推播 我想說哇這個帥炸的推播程度 有點平凡 因為我的個性就是 拿你不好 就要一直往那裡做 我的攝影師跟我溝通超久啊 他居然跟你在不好拍 他覺得你不好拍 我每次拍照都拍很久 我才能進入狀況 他也能找到我對的角度 那我相信我會碰到這個困擾 很多人也會碰到這個困擾 這也是我今天為什麼自己毛睡之間 對 你的節目做客 所以想在這邊再精進一下 最不足的拍照 所以你讓我都給自己搭幾分 對 百分十分的話 我說真的 我給自己五分 我終於理解 這個五分前面的鋪陳有點長 對 因為讓大家了解一下 為什麼我講這個五分 剛剛 因為我做了很多 我會不知在原因 是因為我做了很多 沒做過的挑戰 你教我用了很多的肌肉啊 眼神啊 手指 是我從來沒試過 所以我現在很緊張 所以我只是趕給自己五分 我覺得其實 我在講嗎 今天我覺得你有 我覺得這個拍照有點不公平 因為你已經在了身高優勢 長相的優勢 還有身體的肢體的協調性的優勢 因為一般人如果在沒有這些條件下 他還可以拍出 像你剛剛這張照片的感覺的話 那他就真的很高分 我覺得沒想過有這樣的 那 很 我覺得很棒的一個體驗 因為我以後就可以從這個角度多拍了 很謝謝GINO今天來到我們的KIDEN POP整段式 那最後呢 是不是讓我們一起跟觀眾說 你沒有說 你跟他說 你知道我們一起去練武士嗎 去哪裡 練武士 為什麼沒有講到這個 你這GINO嗎 也對 每天一天到晚在路上 大家問我們這句話 希望今天除夕夜 可以鎖定名次 我跟陳美鳳 美鳳姐 有一段精彩的表演 大家最近會有說 你在CUE我嗎 我最新的外號是小美鳳 但你這麼說這麼近 他氣質有點比較多 是的 所以我們除夕夜一起大 練武士 嘿 你 looking good 你 looking good